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之前在我们高桓测试的时候 这台车并没有公布它整个驾驶座舱的一些信息 这次我们就来着重的体验它一下 看看它究竟有哪些惊喜和猫腻 你可能特别纳闷啊 就是我既然要聊智能驾驶座舱 我怎么还在车外站着呀 实话实说吧 知道了吧 因为这台车它加入了一个车外的语音功能 而且玩法还特别多 搞错了 再来 那它语音识别的位置呢 左后视镜 右后视镜 以及车头相差在1.5米以内 且我身上带有钥匙 此时我唤醒词一寒 它就会反映我 但是有一点啊 就是和车内车机不一样的点 就是我唤醒车外的时候 和车内的这种速度会相对慢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我唤醒它之后 它需要响应 响应完了它会确认我身上带有钥匙 返回信号之后它才能工作 这是为了一个安静性的考虑 另外呢 关于车外这换影词之后 可以使用的功能 我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这种舒适类和实用类的配置 而另一类就是所谓的炫技和玩耍类的配置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体验一下 这个实用类的配置啊 你好银河 来呢 打开所有车窗打开空调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夏天的时候 这么一打开空调也开了 我觉得还是一个挺贴心的配置 那接下来还有一点 你好银河 在听 锁车 我真帅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车窗自己关闭 空调也关闭 后视镜折起来 而且大家会说一句 我真帅 可能这句话你会觉得很怪 因为我是在车内车机 进行了一个自定义设置 所以这句话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随便的填一下 它都可以在锁车的时候 来进行一个 就是跟你这么互动的一个过程 那另外呢 关于这个玩耍类的这种配置 其实有两点 一个点就是 当我跟他说玩一个这个灯光舞的时候 他可以进行一个炫酷的展示 那另一点呢 因为车前有一个扬声器 所以我在露营的时候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 可以去在车外去进行一个放音乐 当一个所谓的这种音响 只是唯一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这个扬声器的声音 我在车内已经开到最大声的时候 它这个声音也并不是特别大 但在一些那种比较嘈杂的这种背景音下 那你这个声音就会被影响听得不太清楚 所以我也跟极力官方进行了一个反馈 他们也说 会针对这个扬声器进行一个优化 未来把这个声音 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这种范围的一个冗余 那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车内的几个功能了 它在车内其实在你行驶的过程中啊 如果你觉得前面有车需要按喇叭 你觉得这样很不文明 车内有很多这种自定义语音 你可以疯狂的按 比如像我这样操作 走不走啊 不行 我说好了 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文明人 猫咪的声音还不能制裁你吗 那另外呢 在倒车的时候 它也可以挂上倒挡之后 按这个语音 会有一个倒车请注意的这么一个类似的语音 可能让我们会回想起小时候碰着这种电三轮 很多在一倒车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声音了 开句玩笑啊 那说了那么半天就没有什么吐槽的嘛 有一点啊 也是关于这实用性的功能 你好银河 打开后备箱 确定 大家可以看啊 它这个功能其实非常好 把这后备箱打开了 但是呢 你没发现它这后备箱盖是开不开的 我就给拿了这东西 等于还得重新开一次 之后 放进去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 就是没玩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要想希望加以这个后备箱 可以开启的功能 我觉得你可以把内部那两个支柱 换成那所谓的起压顶杆 扒一顶 它就能自动打开了 也没问题吧 要不是索性 你就给它换一个电动尾门 它应该也能工作吧 所以现在这样呢 我觉得让我有些无奈 那车外的语音我们一起玩完了 接下来其实还是要说说它的正宠的车内的这套智能驾驶座舱了 对于我们的概念来说啊 就是智能驾驶座舱 其实是整个梯子区这部分都包含 包括多媒体系统 仪表以及一些舒适性的功能 但是这次啊 我们还是要着重聊一下 就是它中央这个13.2英寸的多媒体系统了 那依旧是8155的芯片 内置银河NOS的一套操作系统 这些东西都是和银河L7其实保持完全一致的 我使了一下这个多媒体系统啊 就是从第一改双来说 包括它的显示清晰度 以及操作的流畅度 包括内置这些APP 确实和银河L7基本很相似 使起来一定是非常顺滑和好使那么一个类型 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 那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对一个智能汽车来说 它的车内语音应该也挺重要的 车外我们都试了 车内我们也考验考验它吧 以往我们测试这个智能系统啊 第一件事就是考验它的幻影磁的速度 所以我们先试试 你好银河 可是从它这个速度来说 其实还是比较快的 因为官方说它的响应速度0.5秒 我刚才也没掐表啊 基本还是算一个第一时间就响应的了 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导航 你好银河 来了 我想去北京天安门 第一个 没问题 你好银河 怎么了 开始导航 好的 你好银河 帮我搜沿途的加油站 去第二个 你好银河 沿途有什么好吃的餐厅 第二个 删除途经点 第三个 从刚才整个这套导航的功能来说 其实它有一个所谓的导航语音导航 加上识别一些途经点 当然它没有到那么详细 那另一点我们还要试试啊 就包括它空调 你好银河 我有点热 你好银河 我又冷了 你好银河 我有点冷 没问题 你好银河 来了 打开车窗 打开了 OK 那从刚才我们又试了这几个功能啊 第一点就是它的空调 如果我有点热 有点冷 它去调节的是一度 第二点就是 我识别打开车窗的时候 它识别的是我主驾这个方面 所以它的语音也是有一个分区识别的 其实这些基础的语音功能 我觉得做的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看官方资料啊 说它的语音的这种识别度 其实是有一个更大的升级 所以接下来我们上点难度 给问它点怪的问题 试试啊 你好银河 拉格朗日定理是什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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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辞 你好银河 哪两个字母在一起会爆炸 来自网络 问题 哪两个英文字母 和在一起会爆炸 答案 OK 因为是OK 它竟然搜出来了 那接下来第三个啊 你好银河 你和琴Plus究竟谁好 我还不太了解 不过我很喜欢银河L6哦 好吧 我觉得我有点搞事情了 那其实刚才这些问题啊 我觉得也是算刁难了它一下 我特地和极力的工程师 也聊了一下 就是它整个这套语音系统 是和百度有着深入合作的 所以刚才我们问的一个脑筋极软弯 它也去网上搜索了一下 立刻回答了我 我觉得这一点上 其实你有什么问题问它 它确实还是能回答你的 那看完这期视频 相信大家对于这台银河L6的智能坐舱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 从车机本身 它的使用功能 使用流畅度 以及这些功能的综合性上来说 真的做得非常好了 那至于它新加的这些功能 包括车外语音这些控制 我个人觉得玩可以 但是从目前的使用场景 以及使用的功能的这种 综合考虑程度上来说 还有很大的诱化空间 我们也和激励官方 其实进行了一个沟通 他们是认为 这套系统未来会适配到 很多的激励车型上 所以目前现阶段 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我们也应该给予鼓励 好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于这台车 还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到底部的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周雨萱 下次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